这是一头怀孕的雌性斗狼 但此时却在赛场上被一群猛兽死死咬住 阿鲁觉察到不对劲 他只身闯入竞技场内 一记钉拳将剑齿海象打飞 白毛巨猿表示不服一拳砸向阿鲁 阿鲁轻松接住随后一拳反击 白毛巨猿头的冷汗直流倒了下去 在阿鲁的守护下 斗狼妈妈顺利铲下了小狼仔 胡耀却惊动了关在笼子里的恶魔大蛇 他挣脱牢笼出现在竞技场上 在他眼里容不下任何活着的生物 场上的观众像得四散而逃 就在这时 远处的因为老者引起了萨姆的注意 大难面前居然如此淡定 为了安全起见 萨姆劝他赶紧离开 不料下一秒竟被老者单手贯穿身体 身为所长的萨姆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一记平底锅拳将老者打飞数十米远 卸下伪装 原来他是美食会的新型肢体机器人 专门掠夺世界各地的顶级食材 萨姆冲着这个绿毛鸟人轻蔑一笑 这可是送上门的研究样本 绿毛鸟人率先发难 将手里的钢针刺入萨姆的身体 这点三角猫功夫萨姆根本不放在眼里 只见他化身为大力金刚 两具平底锅拳重重地拍在绿毛鸟人的脑壳上 想不到这家伙脑壳竟然这么硬 鸟人毫发无伤 紧接着脑袋一分为二发出一道强光射向萨姆 而另一边的恶魔大蛇 将注意力转移到刚生产完的豆狼身上 豆狼护载心切满眼杀气 恶魔大蛇将魔爪伸向豆狼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两只爪子就已经被豆狼咬断了 紧接着豆狼冲向大蛇 突然消失在众人视线之中 当他再次现身时 恶魔大蛇已经伸手一触一命呜呼 如此惊人的速度与力量 阿鲁都惊呆了 战斗结束 小狼仔奋力奔向母亲 就在这时 母狼的身体被一道强光一击贯穿 最不过手正是那绿毛鸟人